我今年二十七岁 是蓝海集团大女儿的长子 我父亲是严厉 母亲是庄美轩 我还有一个妹妹 叫庄新颜 她们 都去世了 十七年前 她们遭遇了一场车祸 我父亲当场身亡 母亲落入深海 至今下落不明 妹妹在遇到曼宁的时候 也因为意外 离开了 伯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家里只有您 和曼宁两个人吗 这么多年 您是以什么职业为生 我是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 但那只是在 园外的工地上打零工 冒昧地问一下 曼宁的母亲 什么时候去世的 请到这儿吧 不 你不能管曼宁 十七年前 还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你不能以为父母犯了错 就全部要求她来承担 所以 真的是你做的 我 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合格的男人 救回我自己重病的妻子 她们跟我说有一个国内的朋友 想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说我 只需要开小货车 去擦中一下 我当时想 只是骗一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在一个答案的时候 我才下定决心 你断了他们 不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当时并不知道车上有一家人 你冷静一点 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 你要算账家冲着我一个人来 只求你不要伤害曼宁 我